你還在等那個網主更新嗎? 等了很多天都沒有更新 我發了幾十個訊息問他 他都沒有回覆我 不是, 難道很忙? 還是病了在醫院? 可能有意外 或者被人綁架 那要報警 他回我了 本來我正與一喜頒相討 把文章改成粵劇本賣給他門 可惜現在告出了 寫下去也沒有意義? 所以不會再更新? 雲哥說他不會再寫下去, 怎麼辦? 如果你真的是雲哥 現在不寫, 遲些也會寫的 那麼心急幹什麼? 想看嘛 這次賣不成, 只要繼續寫 一定還有下次, 你不要灰心 除非有人出價十萬 否則不會再寫, 十萬? 他現在這些招數, 嘗嘗看別人下答 阿俊, 你可不可以幫我賣嗎? 十萬, 當然不行了 不行? 不行, 那我罷工嗎? 現在你跟罷工有什麼分別? 他真是罷工 這麼多錢也沒用了 別說劇本了, 每次都買不到 你真壞 真是不喜歡吃東西 又沒事的? 黃老蜂 你做這麼多東西 盧飛只是想幫我買曲恆文的劇本 我告訴你, 我不會屈服的 你好 知道不夠我當 算你了 妝床2000, 床褥1500, 木柜800 枕頭200, 皮280, 多層層架680 雜物房出租, 光晚, 吉房一間 地方寬躺, 月租3000 余婕一年租金八折 余婕八折她也認識的? 阿芳, 問好了, 別慘了 你是不是真的約了個網主? 約了, 你說的嘛 要親手交十萬元給她 我麻煩你一會兒看清楚 究竟是你那個雲哥嗎? 是個濕皮的 雲哥怎麼會不認得? 他說突然之間有急事 下次再跟你交手? 他只是這麼說? 他沒說什麼時候?怎麼約? 其實有沒有這麼巧? 我懷疑他真的不是你的雲哥 我懷疑他找你, 你小心點 對了, 我還有點事要做 我先送你回家 蝦仔 賴賴賴, 那個網主有沒有出現? 當然不會出現 我跟他說有人高價收購他寫的東西 因為我親戚 認為那個網主就是曲行雲 想買他的文章 你有辦法阻止嗎? 可以的, 上次你介紹我去那間寄賣店 那間寄賣店裡報老給我 讓我扮是他跟網主聯絡 說有人出高價想買曲行雲寫的東西 自然就不會買給你親戚 我說出高一點的價錢 他就發了這張圖過來 還拍了其中一頁來做證明 而這張呢 就是我以前幫人做過寄賣的 曲行雲的首歌 我拍下了這個圖片 雖然我不是不職專家 但是這兩張圖裡的確有多字很像 所以他手上很可能真的有曲行雲的影片 那他有沒有可能是曲行雲寫的? 他發了這張照片裡的日子 證明是二十九年前寫的 我有上網看過他寫的東西 他應該照抄了曲行雲劇本裡面的東西 直接放上去 如果他真的曲行雲 怎麼會抄自己這麼多年前的東西 代今天寫的? 你知道嗎? 他還跟我的親戚說 如果沒有人買的話 他就不會逼你做事 就是在說謊 你可以開這個嗎 阿黎?